这个男人在磨刀 女人问他 你大半夜磨刀干啥 防备着 今天照住媳妇 让这伙畜生给糟蹋了 黑娃一边磨刀一边抱怨 说照住也是 大老爷们就知道哭 田小鹅笑着蹲下来 他知道自己男人能保护自己 那他们来逼我 你咋办 我砍死一个够本 砍死俩我赚一个 那他们人又多 又有枪 还来逼我 你又咋办 黑娃略意犹豫 那我就先把你砍了 不然我再把自己断 小鹅笑着趴在黑娃肩头 他告诉黑娃 不用那么费事 真碰见这事 我自己就一头碰死了 小鹅靠着黑娃的肩膀 笑嘻嘻地告诉黑娃 他一点也不害怕 还高兴呢 为啥 他看着黑娃的眼睛 因为在你心里 我是干净的 白天小鹅溜达到祠堂门口 里面传来朗朗的读书声 小鹅好像被什么吸引了一般 向祠堂里走去 可刚跨过门槛 探出一个大脑袋 吓他直接坐到了地上 白小鹅慌忙冲出来 拽着小鹅的手 来 起来吧 小鹅撕开了他的手 跑回了自己摇洞 一把抱住黑娃 他知道了 黑娃是因为自己 才被赶出了祠堂 不互相 那你啥时候带我进祠堂瞧瞧 我想看看那里面长啥样 没啥可看的 就跟庙一样 灵波 灵 我家小鹅求啥都灵 黑娃没有告诉小鹅 他今天晚上出去 要干一件大事 小鹅也没有告诉黑娃 在他不在的这个夜里 他偷偷溜入祠堂 从门缝下面爬进来 一步步走到祖宗排位前 红热的烛光 照着穿着红色假袄的小鹅 脸庞显得格外红润 他合起双手 向白鹿原的祖宗祈祷 我天小鹅做啥事 都随着自己的心走 没害过人 也没做过坏事 小鹅想了想 要说对不起啊 他就是有些对不起郭巨人 没按他的要求泡澡 但郭巨人更对不起他 不拿他当人 只有黑娃对他好 天小鹅正在磕头 突然传来一阵敲门声 他吓得不知所措 眼看人就要进来了 不得已只好躲在香岸底下 他掀起桌布偷看 只见白孝文抱着被子 拉着媳妇进了学堂 孝文媳妇正好奇看着 一转身 却被死死盯着他的石头吓到了 你让他出去 孝文将石头赶了出去 不好床 让媳妇赶紧上床 谁料媳妇突然从身后抱住了他 双手在他身前一阵摸索 孝文被这么一撩拨 气喘如牛 你干啥来 媳妇直接将他推倒 这个女人和老公 住在了祖宗祠堂 打算寻求刺激 白孝文吓坏了 说门口还有人呢 而且还静着祖宗排位 门外的小鹅正打算开溜 突然听到一些熟悉而奇怪的声音 凑近了准备仔细听听 孝文黑着脸 一身一鬼的出来寻找 大门紧闭 石头不见踪迹 他慌了 恍惚的转过身 奔向祖宗排位 祖宗在上 白孝文告罪了 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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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孝文已经六身无主了 媳妇急忙上前拉着他 这事不对啊 肯定有人装身弄鬼吓唬咱 就是不想让你当直男 别胡说 谁 走 你出来 孝文都快被吓死了 突然外面传来喊声 夫妻二人急忙跑出去 田小鹅安全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他给孝文留下了 只有他自己 才能治愈的心理阴影 而这场救命的大火 正是黑娃放的 黑娃蒙着面 溜进了放粮食的白鹿舱 他取下装油的葫芦 打晕了寻夜的官兵 倒游点火 利落地把白鹿舱烧了 熊熊大火将白鹿员 照得如同白昼 猪人都跑去救火 趁着乱 黑娃溜了 杨排长怒吼着 急得朝天开枪 看着乡亲们的粮食就这么轻易的烧了 一旁的赵鹏却十分淡定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 前几天黑娃去交粮 赵鹏便追了上去 他主动跟黑娃交流 但明显感觉两人之间有隔阂 看着黑娃离去的背影 赵鹏皱着眉 开始激他 赵鹏不断的言语相机 黑娃忍不了了 黑娃挥着拳头冲过去 却都被赵鹏躲开了 见他身法灵活 黑娃直接用蛮力 将他扑倒在地 别打了别打了 是我 我是你哥 一听这话 黑娃才松开赵鹏 你到底要干啥吗 赵鹏告诉黑娃 你是我从小最佩服的人 他告诉黑娃 你是咱村第一个冲破封建枷锁的人 了不起 伟大 这叫自由恋爱 黑娃兴奋的跑回家 抱起小鹅转圈圈 你这是咋爱 咱自由乱爱嘞 自由乱爱 咱乱爱谁也管不着咱子啦 啥是自由乱爱啊 晚上赵鹏又约黑娃出来 开始谈正事 说最近啊 这镇宗军闹得园上 人心惶惶 我打算把白鹿藏的梁台给烧了 敢不敢跟我一起 黑娃换了换脑袋 烧了就狗儿给它烧了 咋不敢 那咱俩就一起 让白鹿园上的人 看一场冲天大火 想要放火 还需调虎离山 赵鹏早就和白家圈商量好了 借着不酒席的油头 把羊班长他们 叫到家里喝酒 为了避免出事故 让笑文谎称回娘家 带着媳妇去祠堂躲一宿 羊班长收齐了粮食 第二天就打算撤 临走前呢 正好带白家大吃一顿 白鹿舱被烧得干干净净 赵鹏他们的计划成功了 可唯一不幸的是 面对燃烧的大火 石头突然像清醒了一般 想起当年要带他出去闯的石头书 黑蛙这一刻 也许比任何人都难过 朱先生和他的朋友们 站在山上 看着大火不禁感叹 这边粮食烧光光 西安城里的白鹏和赵海 还在挨饿呢 这个男人正拿着枪耍摔 去为白鹏一把夺过去 白鹏有模有样的学着 一转身居然将枪口对准了赵海 看着新发的枪 赵海宝贝的不行 可白鹏也有宝贝要给赵海 赵海看了一眼 不急不慌的 也从兜里拿出半个馒头 嘴能骗人肚子可骗不了 打来这儿 你那肚子就叫个不停 白鹏嘴硬的不愿意吃 可赵海告诉他 自己已经参加了寻成队 算现役军人 所以不限口粮 白鹏一听这话 才放心的吃起来 还让赵海以后多带点 好带给伤员吃 看着白鹏带回来的馒头 教官十分不解 忙问白鹏哪来的 赵海给的 他不寻神去了吗 新人是不限量的 教官琢磨着 不对劲啊 他跟你说的 对啊 你是教官你还不知道呀 看着白鹏心以为真 教官苦笑了一声 知道 知道 看着围城的日子越来越久 连孤儿院的孩子 都吃不饱饭了 白鹏正发愁着 赵海来了 赵海打开布袋 拿出仅有的两个馒头 可白鹏一转身 看着孩子们蜂拥而上 白鹏还让赵海 把手里的馒头也分了 馒头所剩无几 赵海只好告诉他 这是给他带的 就这样 馒头分完了 赵海觉得 自己哪怕扛过来一座山 都不够白鹏分的 看着孩子们都饿得没精打采 白鹏开始担心 万一有人饿死咋办 像孤儿院医院 还有限量的粮食 外面的老百姓 早就开始抢粮了 白鹏听了这话 嘴里的馒头 都咽不下去了 他刚回到救护队 就听见有人抱怨 老子不干了 咱们在前线打仗 那么卖劲 就分这点猫食 听见当兵的吃不饱 白鹏一脸疑惑 你们打仗的不是 不限量吗 谁跟你说的呀 咱们前线打仗的 就比你们多一个馒头 和几个仙疙的 白鹏皱着眉 恍惚了 他一边跑着去找赵海 一边想起赵海 告诉他的那些话 眼泪早已决堤而出 而此时 赵海正和老百姓 一起排队 领着一碗 吸汤寡水的粥 蹲在边上 大口的喝着 看着突然出现的白鹏 他缓缓站起来 赵海看了眼 眼泪啵嗦的白鹏 又低着头 嘴硬的解释 白鹏一把拉住他 将他怀里藏的两个馒头 抖落了出来 赵海才没话可说 任由白鹏垂着胸口 为啥不吃 他知道 白鹏是心疼自己 两人紧紧的抱在一起 在这乱世中 他们会如何面对 接下来的饥荒 园上没有地的黑蛙和小鹅 又会靠什么活下去呢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朋友 都帮关注转发 我在这先行白谢了